最討厭的是这班有知识之士 自己得个讲字就推后辈去死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我周浩廷的YouTube频道 看之前欢迎大家记住订阅分享留言广传 让正义的声音继续广传开去 今天我又请到一位很重分量的嘉宾 就是请到一位我很尊重的很资深的前辈 之前都是区议员在元朗已经深耕世作很多年 郭强前辈多谢你上来我们节目 炳爺你好 我顶得了 大家真是这么开心 今天我们请多一位强哥上来 就是请强哥帮手发立校 因为我知道强哥很多时候都为正义发声 街帮都很喜欢他 首先要跟大家讲讲国安法通过了 人大常委国安法已经通过了 大家都拍烂手掌 国安法通过了定海神针 但是我看到有些人很可耻 可耻到怎样 推人家去死自己就缩 现在很明显看到有几个突然之间出来 就开始有些归宿的表现了 真的有执法他就害怕了 街坊他们都是想着有国才有家 但是这些人常常想破坏我们的国家 出卖国家 出卖国家 想分裂我们的国家 那些这样的汉奸 可能现在是四人帮之类 法律界 司法界 教育界 所有那些原来全部都是不喜欢我们国家的 我们国家现在越来越强大 没错 我们这个是盼望已久的 百多年来衰了这么久 现在强大就好了 为什么要搞死我们 民族国卿是我们国家最重要的目标 但我最恨的是这些有知识之士 自己的说字就推那些后辈去死 说反中中 中中 那你说而已 其实是不是真的 就是客人了 客人是不是送了中会这样 强哥你真是一此重的 这个正是他们这帮人一美就靠客 现在国安法推出了 大家都很清楚知道 根本就跟所有香港普罗大众市民 就不用怕 所有专业人士都应该政治中立 教师也好 所有那些就算是医学界那些 全部都政治中立 但现在它全部走入政治那里 那些黄老师是在教育方面洗脑 不停洗脑那些年轻一辈 去中国化 产生一些挑动香港与内地之间的矛盾 初初九七回归那时我中国还是弱一点 刚刚又要发展 那便由得你香港 让你香港自由发展一点 给个空间你们 谁知不是教协那里不断找一些老师那些 教坏那些学生 教了二十几年 那些学生中毒太深 我觉得国安法一定要很辣 那些在后面慫恿出来的四人帮这一班 一定要很辣 放在英国的PP Council的书民院 即是说有些案件都打到上去英国的 PP Council帮他做宗审的 但是其实一路见到 就是有些关于国家安全的个案 或者案件 在新加坡明明已判了 但是当他上诉到书民院就放人 终于在一九九四年 就有一宗又是这样 在书民院放人之后 当时的新加坡政府就二话不说 太生气了 决定一夜之间在一九九四年 将英国的终审的权利收回 就将最后终审的庭放回新加坡 因为当时国际社会有非议他 有骂他有非议他 你不是说说了给我们 是继续让我们去帮你做终审的吗 跟国际规矩讲人权讲这样讲那样 但是新加坡就一句 李光耀也讲过 就是你们无人是去明白 我们国家安全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 如果我这个国家可以让人乱这样去搞 搞坏了 完全无站在我们国家安全的角度去 審案件可以乱这样放那些 叛缘的人士的话 我新加坡还得了的 所以他就二话不说 直接将个法庭收回 当时西方社会都插他 不过他顶得住压力 我就讲这个故事给大家听 我觉得在国家安全的层面 这个不仅是一个香港的事 大家要理解 这个国家安全是一个国家层面的事 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 作为国家的一部分 是有责任要做好 亦不能够留个缺口给别人去分裂我们国家 对不对 所以这个道理要讲清楚 就不要让那些反对派误导 又说什么 你中央的事又中央的事 有什么权去管我们搞国家安全法 又说禅阅我们基本法司法系统 全部都通通废话 所以一定要硬正的 你看现在就算法官也好 其他反对派都是 他都是试水温的 纳硬一点的法律 严重这些人 今天很多谢强哥上来和我们做了这么好的分享 希望大家都继续看我们的YouTube频道 我们会继续有很多重分量的嘉宾和大家分享 记住大家订阅分享留言广传我们周浩廷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 多谢 多谢